最近很火的38超乌流呢 有粉丝说我的女巫没升级怎么办 其实你带入攻势 你可以把超乌换成泰坦 或者是雪怪跟曼这些都可以 哪怕是石头人都是OK的 因为这个流派呢 强的是火球 还有八个德鲁伊的续航 像这把我们就换上石头人 然后剩余的空间呢 我们带了一点参马 给你们展示一下 就是无论这个流派 你怎么搭配其他兵都是可以的 部分只需要带上八个德鲁伊 还有这个泳王的火球就行 看出来了一个电塔 这边刚好带了三个隐身 我就预防你这种OK 对原本我想带两个 但是你想了一下 万一有电塔呢 是不是 然后这边三个地震 把这片吃掉 好 打完之后呢 我们就下一个女王 两个德鲁伊 看女王走哪边 女王走这边 那我们大部队 等一下就从这边横着过去 如果他走下面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从下面走 好 我们呢 把石头人续上 然后再跟上一个冰人 小泳王 两个德鲁伊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拿一个弹跳 让他跳进去 然后这边一个空头箱断边 这样呢 大部队跟英雄呢 就可以跳进去 对 直接套路公式 把三个超换成三个石头人 或者你变成三个泰坦也行 雪怪的话 18空间 那你可以带五六个雪怪 或者跟慢骑士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用带这个弹簧 你可以带四个跟慢骑士 或者三个 然后再带一点五神 就是相当于是天理跟慢五神吧 反正呢 打法就这样 直接套路公式 你哪个兵种有升级 你就用哪一个 然后这边冰冻冻住大本 然后雪怪呢 也是成功爆本 马王也是直接踢出足球 把对要塔给踢掉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们随便再下两个德鲁伊 继续上大部队 飞顿从上面收下来 那么这一把的话呢 就成功拿下三星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流派的精神呢 就在于泳王搭配德鲁伊 因为泳王带是狂暴 可以提高50%的奶量 你每一波续两个德鲁伊就行 记住前戏炸火球的时候呢 要多注意一下泳王 不要让泳王死得太快 要不然后面没有狂暴效果 推进的速度呢 比较慢 可能会造成时间不够 OK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职业选手的反应速度 对吧 我先丢 然后渊斌在这里出来 哎哎哎哎哎哎 精神 哇靠 Fuck it buck it buck it 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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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哇靠 buck it buck it buck it 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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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hit oh my god why 你在干嘛 哇靠 fuck it 你来跟我比手术 哥们 我 飞顿战神巅峰时刻 小钢叉 喂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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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 测住 萌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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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噢呦 哦 哦 看到没 这小飞 噢呦 呦 靠 死血MVP 哦 火球砸到了 花果山 这里要 一个冰 冰 erst hit 然后一发地震 两个地震 这里 一个隐神 这里一个隐神 发烊之后 Kickside 滚 打女玩家至大百分之九十九 其实我是故意的 对吧 咱部落冲突本来女王家就少了 咱打女王家说要温柔一点 不能打三星好吧 本来女王家都少了 你把她打三星一下 她退游了那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我对待女王家的话 我一般都是不会打三星的 好吧 毕竟女王家跟男王家的比例呢 是一比九十九好吧 一比九十九 我不能再让这百分之一退游了 好吧 不能吊打她 还是放过她好吧 OK 这边收下来 女王开个墙出去 应该会九十九或者九十八 这就是对女王家的温柔 只能打九十九 就是对她的爱是九九的 好吧 不能打三星 可以三 但我不打三 我只打九十九 好吧 好好看 好好学 教学局 我只打一次 九十九 好吧 yes 完美 一波六六六 抠在弹幕上 教学局 我只打一次 九十九 对女王家 就是只能九十九 不能三星 好吗 nice 蛮蛮蛮的巨型手套 才是T零级别 开个墙上 进去报个本 好吗 这边断边 收 这样蛮蛮就可以进去 这两个段下 给蛮蛮的路铺好 这条路需要蛮蛮来走 直接 开 砍它 冰冻 A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哇 看你国主 夺冠啊 我去 我来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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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普洛 谢普洛 这就是T零 你看到了没 T零 什么寒冰剑 给滚远一点 好吧 手套才是T零级别 没有进度了 没有进度了 只有这个了 三星 三星 好吧 该生什么了吧 我就 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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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没 所以该生谁了 知道了吗 好吧 什么寒冰剑 滚远一点 好吧 巨能手套才是YYDS 部落中都六月大更新 第七工人 他来了建筑工人学徒 你以为他就真的五百宝石 每天都干活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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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是一个学徒 所以说他不能自己单独升级建筑 只能跟着建筑工人一起升级 并且每天休息好了之后呢 才能干活 并且一天只能干活 一小时 最离谱的话呢 升级是只能用宝石升级 其他资源渗水都升级不了 我们可以看到维度大叔发的一个升级数据图 一级到八级的话呢 一共加起来是要用6500颗宝石 也就是说6500颗宝石就可以买一个满级的工人学徒 咱们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低配版的夜世界钟楼吧 一天只能工作一小时 然后这一小时的话呢 是八倍速度 可以帮他的师傅呢 减少八小时的升级时间 这时候呢 有人问说6500颗宝石买一个三分之一的工人 到底划不划算 像我们这种宝石多的话呢就无所谓 宝石少的话呢 你就得考虑考虑 毕竟要用很久之后呢 才能回本这6500颗宝石升级的时间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大更新呢 就是12本到15本的玩家升级建筑物的时间呢 全部大幅下降 大概所有加起来的话呢 少了八个月 也就是说12本玩到15本满房的时间呢 少了八个月 好家伙 真的是早生早享受 晚生享折扣 每年都是如此 还有在部落的有一战里面呢 也增加了一个困难模式 对面的防御呢 可以增加5%的伤害 我方的英雄伤害呢 减少10% 生命减少15% 这个呢 还可以发起部落之间的有一战 应该后面是比赛的时候 职业选手可以用的吧 还有一个更新的点就是 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资源的数量多少 并且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呢 点击对面的防御 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攻击范围 记住是在下兵之前才能看 下兵之后呢 就不能看了哦 这个应该是为国府准备的 毕竟我们出了一个皮肤 不是后面可以缠吹风机吗 因为缠了吹风机之后呢 我们是无法看到他的机头方向 又是不知道他的风是往哪里吹 还有可以缠这个法术塔 不知道对面是毒药塔 还是狂暴塔 那有了这个更新机制呢 就再也不用怕了 你觉得这一次6月份的更新怎么样呢 可以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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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